好 感謝大家持續的支持 謝謝愛的斗內 你有斗內兩次對不對 我們有看到謝謝你的斗內 還給我們一個很可愛的貼圖 好 感謝你 感謝大家每一個按讚 每一個斗內 每一個幫我們分享 我們連結的朋友們 謝謝大家 那麼不過我來看到這個 來 一杯手搖飲料 多少錢你會買呢 真的是 我剛才看到 也覺得有點誇張 太寒了吧 搶在農地年前 市營運的圓柏竹北 每天都湧入了 大量的購物人潮 那麼一名網友 在臉書社團發文了 他說他發現在這間 六樓有一間飲料店 其中一項手搖飲料 叫做部落蜜奶屋 一杯要385元 沒有聽錯 一杯飲料要385元 讓他忍不住 幾乎天啊 是我三天的午餐費 那當然天文一出 也引起眾人討論了 他說有網友就說 要不是這間店 是開帶竹北圓柏 他可能以為是修圖的 那麼還有網友說 哇 竹北的人 真的好有錢 真的是有錢人的城市 還強過台北 另外還有人說 竹北人的荷包 令人讚歎 那有網友就說 這一間店 其他分店 它的總店 是位在新北市新莊 招牌飲料是雪珍奶屋 總店的烏龍茶系列 小杯要55塊錢 最貴的飲料 人森奶屋245元 但是同樣的商品 在竹北圓柏店就漲價 一杯賣365元 好 我相信 我們還是應該會有很多 竹北地區的民眾 有荷包 有實力的 可以買得起 另外來看到 是一名網友也分享了 有一次他在家裡洗衣機 洗衣服的時候 發出了怪聲音 他一打開發現 天啊 他家的洗衣槽 竟然有一個黑色塑膠袋 一旁還有他兒子用過的毛巾 讓這名媽媽真的是不禁感慨 她說 我兒子26歲了 竟然是這樣洗毛巾 畫面曝光之後 有很多網友就說 確定你兒子26歲嗎 6歲都不可能這樣做吧 還有人說 你這樣洗的話 洗衣機的軸心會斷掉 另外還有人說 我朋友40歲還不會使用電鍋 他認為說26歲不意外 因為有可能是小時候 沒有幫忙做家事 才會造成這種事情 另外來看到是 台灣連鎖超市龍頭全聯 推出了超級英雄的 總動員的贈品 很多消費者拿到公仔之後 就覺得天啊 也太醜了吧 被網友嘲諷說是 復仇者聯盟 很醜的醜 不過這個網紅蔡阿嘎 他日前分享了 他蒐集了全套 而且蔡阿嘎還假說 其實也沒有那麼醜 除了浩克看起來 長得浩呆一點之外 很多網友說 經過蔡阿嘎這麼一說 感覺未來可能會增值了 持續來關注的是這個 缺蛋危機 你有買到雞蛋了嗎 很多北部的朋友 可能還沒有買到 來看到真的在擺布 持續還是缺蛋一個情況 那麼就有相關的營養師提出了 有一些替代方案 比如說你可以吃一些豆腐 豆類 魚類 海鮮類 都富含蛋白質 如果你平常有吃蛋的民眾 你可以考慮其他營養補給 替方 比如說你把雞蛋換成了豆腐 豆包或是毛豆 都能夠來補充蛋白質 提供大家做一個參考了 目前看起來蛋荒還沒有解氣溫 又奏降 蛋農很擔心 因為母雞太冷的話 他不下蛋 另外他們怎麼辦 他現在雞農在雞舍周圍 拉上了帆布 還有養雞場他去養小雞 怕小雞無法調節體溫 趕緊點燃瓦斯燈 用瓦斯燈燒耐火磚 幫小雞來取暖 一隻隻小雞在養雞場內走走晃晃 這裡可是比外頭暖和許多 因為他們有預寒法寶 小雞無法調節體溫 雞農怕冷空氣來襲 氣溫奏降會讓小雞受風寒 因此幾乎是二十四小時點火 用瓦斯燈來幫雞之取暖 讓他裡面的整個飾養環境 有維持到一個三十幾度的一個温度 而開放空間的養雞場 一隻隻母雞都是現在最為珍貴的蛋雞 但農把養雞場四周圍全拉起帆布 加強防風效果 全台蛋荒 蛋量已經不足 現在又遇到入東首波寒流來襲 要冷整整三天 但農憂心冷過頭 母雞不下蛋 毛起來邦雞預寒 要保住產蛋率 記者廖文斌 陳廣 王世函 雲林採訪報導